and who could forget him at evo japan getting that championship in twenty twenty three mister consistent last year 画面左边是台湾的十一王右边是香港的克里斯王 39岁我看十一王39岁了 老黄也是32岁了 高领玩家了 开始了 台湾十一王对战香港的克里斯王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桌的游戏说 现在时间是2024年10月20号 北京时间下午1点45分了 比赛在新加坡举办 拉奇德决战豪鬼 这是一场生死举了 输掉一方要掉要回家 黄师傅豪鬼真的是一招一试都充满了杀气 下周团之后马上牵前 牵对方 但是水王是求我了 水王这个空中的欧敌版 这一套压制成功的把豪鬼卷量打到了盘血 一个投机再结束了第一灯的比赛 30秒结束战斗 场面的逆转来了 如此突然又是一个战轻角 截了对方绿冲 我的天 豪鬼在这没有派生 来套路对方 王师傅现在在板边持续的压制拉奇德 我说了 赌唾就要挨揍啊 生龙不中 非常非常严重 你看看这个雪打的 六哥的体力就不见了 王师傅一气呵成 这次用的时间更短 11秒 KO 那现在留给水王的时间 还是有 一灯的机会 谁先开张呢 这个双飞角被对方惊防 虽然说带有了伤害修正 但是这套又成功的把拉奇德推向了角落 拉奇德赶紧跳出 我的天哪 再次往前推 豪鬼发动了阵级站 一定得往前推进 点招不好使被相杀 哇 驴虫一下中断 石油王的反应还是比较在线 第一时间切防 那现在来看豪鬼的三气 对战拉奇德赶紧跳 没动气了豪鬼 石油王之夜斗气 操杀 赌队了接近十十 死不掉 但是 机会已经不大了 一位密斗气了 0比1 好了 咱们就回到北戴东 来看一下石油王第一半 克里斯王 到底是台湾选手厉害 还是香港选手更厉害一点 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会打死你的 石油王的这波压制比较有效果 黄师傅赌灵波小森龙 但是不好使 这次再度加强森龙 奥地板森龙 他们两个 要打这场淘汰赛 谁赢了 谁去打 丁震修 谁赢了 谁去打丁教练 黄师傅赢了 他去打丁教练 丁教练 丁老怪 石油王现在打起12票 去 如果这灯输的话 那就真的 想要翻身的机会就不大 哎呀 石油王危险 对面拿到赛点了 超强的压制力 真的是 让石油王的拉西德 倍感压力 那现在角落里的博弈 在让开下中角摸到 可惜啊 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联席 还在找机会 两气对两气 那 还有80秒 都有机会的 这次 下中角擦合了一个对方的出招 东建峰这是拉西德最佳的机会 拉西德灵魂打法出现 来 吃下这 下段摸 不得不说 黄师傅的防守 水泡不进呢 直接直跳重拳 对方没敢乱动 石油王现在 命悬一线 对面有三气啊 接着扎线了 好鬼 拉西德现在没有太多的血量 好在这一刀 终于是亮起来了 但是优势还是在 黄师傅这边 毕竟赛点灯 谁能下到最后呢 来看看 好鬼的进攻 再次黄师傅 要加强自己的进攻了 不能给水王太多机会 但是水王要加强自己的防守 又是一个插盒 这套去当三气了 绝对是三气 这个机会 黄师傅明显不想通过 傻包的拳套 又来了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这场对局 水王现在命悬一线了 好的 反正跳出来 直接压你一下 龙卷锋又开满了 但是好鬼不慌 毕竟他有多多的体力 独多的斗气 可以支撑一波 这次龙卷锋 没有形成太多的伤害 完了 没了 那么香港黄师傅 淘汰了台湾石油王 他要接下来打 定阵丘